大家好,今天我给你们看我是怎么做面条的 第一步是你要拿80克粉和一个鸡蛋蛋 你可以用这个比例做多少,你都可以 就用这个比例就行了 我把蛋黄打破,然后有个刮刀把东西都揉起来 第二步我把这些粉和鸡蛋弄成一个球,把它盖上 可以让它醒一醒,第二天就不会缩起来我擀的时候 第二天我擀,然后我擀到我喜欢的宽度和厚度 我擀成体系的,因为我喜欢跟宽的是细一点 然后我把它截起来,这样子会容易切 我就切好了,就变成一个挺漂亮的形状 有点像一朵花,然后我把水煮好 就可以把面条放在里面,让它煮软 我会搅一搅 然后我把它倒到一个网里面 这样子可以把水一干,就留着面条 因为我想要马上去,我就把水放在冰水下面冲一冲 这样子就可以去了 谢谢 谢谢你们听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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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